影帝黃伯宣布洗影半年 碧潭第二個小孩出身 確實是需要休息一段時間 這個宣傳完了以後 我就去跟家人一塊 帶老人去休息休息 不 這樣誰來逗笑我們 你不要走 今晚一定黃伯 則在北京出席央視新戲 豐韌開播記者位 你倆是同學嗎 學同學 對… 我強烈要說你倆站一塊 保養對一個演員來說 有多麼重 真的啊 我把皮兒折 抬頭文忘記弄平啦 我… 屌爆 他今年真的超屌的啊 主演的新花路放 打趴其他大片 撈61台幣 拿下中國票房亞軍 那兩部親愛的 痞子英雄黎明升起 也有好成績 完全是票房保證 照這樣的趨勢來看的話 會不會這一部豐韌 播出了之後 就會成為一五年開免大席 會永遠冠冠軍寶座 對 你剛才說的是一個疑問句 其實這個回答之間 把它變成一個肯定句就OK了 影帝在忍著點啊 等到殺雞後 就可以大吃大喝啦 就正好借見 跟說一下 周圍好多人也問 其實從現在到明年 我沒有接任何戲 就是休息 真的 這就是我明年的計劃 之前有新聞說說 您那個第二個孩子出生了嘛 就接下來準備陪他來做 他這個幼年時期是嗎 他 他不會幼年時期 這有點長 真的 對 放一段時間假而已 放半年假 做一些別的工作 你那個第二個孩子 出生這件事是在美國出生的 是 是真的嗎 不是 他剛才說的聲音太大 我沒有騙情理說的 他問電視劇有關的問題 這題太敏感了 換個方式問哦 在年時這麼不接戲 等於就是因為 是不是要拍到我海邊 沒有太累了 我是從最近等於是 這兩三年幾乎就沒休息過 所以說這個是機械業 來大修一下 對 保養一下 那打算陪老母海就去玩了嗎 騙過於老母海 你好關心哦 老母海 發達